仔细看这几个女孩 面无表情把辫子绑在一起 手牵手站在天台上 下一秒 这诡异的领和犯事件 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小帅在车库巡逻时 看有辆车子超速 拦下车主 开了张罚单 发现车子尾灯坏了 让他找下螺丝刀 自己帮忙修一下 却看到渗出来的鲜血 打开后备箱 一具血淋淋的女尸 映入眼帘 司机立马 对小帅的四肢 连开好几枪 怪他多管闲事 害自己多条命案 就在司机要把他给了结时 后备箱有了动静 原本应该凉透的女尸 又坐了起来 场景异常诡异 司机也吓傻了 小帅连忙开枪反杀 再次醒来 人躺在医院里 经过一段时间疗养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小帅因抓凶有功 受到上司的嘉奖 可在证词这一栏 他坚称自己看到了鬼 身为警察 怎么可以讲这种怪力乱神的话 不仅取消奖命 还把小帅降职 调去杂物科 任职第一天 老大就告诉他 这世界是没有鬼的 搅乱人的是人心 案件一定都有出口 第一个案子在游泳馆 小孩溺水后 管理员总在半夜 听到奇怪的声音 听来确实不正常 老大却直接让小帅检查过滤网 一抓 是一把头发 怪声随即停止 这就是怪奇事件背后的根源 所以不要总一身一鬼 身为警察可不能跑偏了 话虽如此 但小帅还是看到了溺水的小孩 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很快 下一个案件又来了 女孩用红绳缠紧自己的脖子 还开心地拍手叫好 因为她要把自己给吊死 等警方赶来现场的时候 人已经凉透了 没过多久 第二个自杀案件又来了 女孩将头埋进鱼缸里 将自己活活窒息死 死者还是朋友的关系 外人都说是青春妻女 还想不开自杀 但老大透露事情 说这些人被阿飘附身了 香港有许多离奇命案 根本无法用科学来解释 为了不引起群众恐慌 才成立出杂物科 掩人耳目 专门处理这类命案 他们找到自杀女孩的室友 想问点信息 但她就一直呆坐在地上 好像没有了灵魂 小帅预感不妙 冲进女孩就读的学校 果然看到一名女同学 用圆龟扎大腿 不停做出自残的行为 小帅命令她住手 女孩随即露出诡异笑脸 领了盒饭 身体倒下去时 她连忙叫周围的同学都闪开起 不要碰触尸体 因为这阿飘 能通过肢体接触传染 突然一个女孩 作私往门外跑 他们赶紧追上去 在天台 看到六个女孩 头发绑在一起 手拉着手 纵身跳了下去 不知情的女警上前查看 瞬间被附身 一个转身 利落地将同事杀死 并在众目睽睽下逃跑 小帅紧咬着不放 谁知她劫持孕妇做人质 完全就是要报复社会 不顾他人苦苦哀求 朝孕妇开枪后逃走 她上前查看情况 却正中了阿飘的圈套 这个女警对着男人 不断伸舌头 因为她此刻被鬼魂附身了 才会做出这不雅行为 而男人仿佛想到了什么 附身在女警身上的鬼 或许是当初 她射杀的那名司机 她的怨气无法消散 一直留在人间 到处杀人取乐 而且司机还纯纯是个变态 钟爱女学生 不断为非作歹 附身后 完够了 再控制她自杀 接连弄出几条人命后 决定对小帅复仇 在钱包里 找到家庭住址 说要杀了她妻子 小帅忍不了 和女警扭打在一起 就在她掏出手枪 站了上风时 巡逻的警察 以为她袭警 强制摁在地上 眼睁睁地看着女警逃走 害怕妻子遇到危险 解除误会后 急忙赶回家 索性人没事 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小帅在墙上 看到阿飘留下的线索 指引他们 到指定位置赴约 既然要做个了结 那就会议会吧 这刚好也是老大 做警察的最后一天 这桩案子一结束 她就会和老婆离开香港 来到仓库里 两人约定好 不管等下是谁来了 都一定要开枪 阿飘会披着她的外衣来 不能被迷惑住 就算是他们自己 也不能手下留情 谁知来的是老大妻子 小帅要开枪 她心软了 命令她放下手枪 还和妻子共舞一曲 证明她没有被附身 透过镜子也能看到 人影清晰可见 确实没有问题 但就在她松懈的那一秒 阿飘还是附身到了 娃娃的体内 为了履行职责 小帅只能大意灭亲 案件终于告破 小帅又立大功 被提拔为组长 接替老大的位置 可一到家 他才露出来真面目 其实早在回家找妻子那天 小帅就被附身了 接连杀了女警和妻子 留下证据 将老大诱骗进仓库 直接解决掉她 真可谓阿飘蝶终蝶 过着顶包的人生 还不知会有多人少遭受祸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